好,來到星期六的一屋年輕人 我知道你們現在的一群年輕人 其中一個很喜歡他做的活動是甚麼 喜歡一群朋友去他們的工廠 體驗一下手工藝 今天我們會說一下 學習皮夾方面的手工藝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穿皮革的男生是特別型的 但不知道為甚麼 我自己也有皮革 但香港天氣潮濕 整天都發霧 那也不用擔心 今天我們會有一些皮革的專家 上來教我們怎樣去保養皮革 有請我們做了訂製皮革多年的 Raymond和Linda 好,Linda 歡迎你們 為我們增加皮革工藝的知識 我想問在座 誰有多過兩至三件皮革以上 請舉手 兩件 你們真的喜歡皮革 我有兩件 我也是一件 是 每人都有一件嗎? 我家裡都有 我零 為甚麼你不穿皮革 因為其實本身覺得自己不適合 其實主要是 我沒有配搭的聲音 就變成沒有買 但我覺得皮革蠻欺騙人 因為可能比較成熟的感覺 如果穿皮革很小 會被人覺得有一點裝模仿 但可以增加你的成熟感 會嗎? 當然會 穿皮革後 不知為何會變成熟感 突然好像鷹氣了 即是血型了 對 如果圈內… 親愛的有情 親愛的有情 Linda說我挺有型 我不是經常穿皮革 但我覺得皮革是一個有型的項目 在衣櫃裡必須要有 圈內誰穿皮革有型 劉德華 金城舞的穿皮革 任答或謝伊潔 突然想起 三哥,琴姨三哥 那些是很有型、很有男人的味道 我想問你這件皮革 皮革是否需要拉拉鏈 皮革其實可以拉拉鏈 大風就拉拉鏈 不過很少拉拉鏈 Raymond 你是皮革的師傅 拉鏈 如果風大的話 你可以拉拉鏈擋一擋風 如果沒有風的時候 你會打開著 走在路上飄一下飄一下 會比較瀟灑 瀟灑的 有種感覺拉拉鏈 可能是駕駛電單車的感覺 像Anson現在穿的這件 很帥氣 從來沒看到Anson 你很適合穿皮革 這件是我為了駕駛車買的 是 一拉鏈時擋了風 你會拉過去 準備戴頭盔的樣子 是 皮革拉不開 拉不開 皮革拉不開 因為已經是三年前買的 但你看三年前買 都保持到現在好像很新 但其實一件皮革可以保持很久 是嗎? 你明白嗎? 是 你們最久的那件皮革可以保持多久 基本上如果是牛皮比較厚 你基本上三、四十年都可以 三、四十年嗎? 對 很短的 很短的 牛皮會比較長 因為我平時看電單車的外套 都是陽仔皮比較多的 比較輕輕一點、軟一點 牛皮會比較重 剛才Lino很有趣 你拿了一件衣服出來給欣欣穿 這是甚麼訂製服之前要穿的 這件衣服 這件是Mockup 就是紙樣 然後剪出來的布 把布扯起來就是這樣 就是好像… 然後就做了這個 讓我配合完 然後再做這件真的皮革 好像人家訂西裝的那樣 對… 都放在裡面 沒錯 我們一定要用布做一個配合 讓她試一試 讓她的尺寸不錯 我們才做到皮革 肯定保證 就是那個尺寸百分百可以 但其實我看到 你經姨姨那件衣服的三長 其實是偏短的 其實是否跟她自己的風格而定 還是… 跟她的身形而定 對… 還是… 即是跟她的要求 和她自己的身形而定 對… 我要求的 我特意要做短一點 你想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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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 那張位子很粗 我一定要脫臉 師傅可以leme靈 太遜潔 因為她要計算 真的要穿 對 我dsuden 我在外國的時候 就知道冬天是很冷的 但她的女孩 也只穿上皮革 尤其是英國 尤其是英國 她們只穿上皮革 她們有時候拉著臉 露一些腰 然後穿著牛仔褲 activist 很性 Others follows removed 皮革不同的皮革 有甚麼分別 剛才說過有牛皮、病仔皮 皮基本上是豬、牛、羊、馬 有點像火鍋 豬皮也有 豬、牛、羊 豬有 豬皮可以做皮外套嗎 是否便宜嗎 可以 豬… 我沒聽過豬皮皮外套 豬肉是老人吃的 對 豬皮也可以做皮 比較少聽一點 豬皮外套 這裡是… 你們摸一下 質感跟羊皮、牛皮有一點不同 怎樣說呢 有點透口 壓下去 是否薄身一點 它是薄的 有膜看得很實 對… 很滑 它豬皮有甚麼… 有人拿來做衣服還是做甚麼 做衣服 那價格是否便宜一點 價格是比較低一點 但會比較容易爛 感覺上好像是 爛保存得久 這個比較柔軟一點 如果真的看大力, 它也會爛 但通常不會那麼容易爛 你不要讓它撕爛 對… 那種味道有點像那種… 鐵仔麵 不是, 鐵仔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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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像… 有另一種味道 那種可能是法康… 還是可以拌下去的那種味道 皮拌下去是有表面的 皮拌下去是有表面的 皮拌下去的那種味道 對… 有書香味 這麼厲害, 有書香味 那豬皮還會用來做甚麼 會不會用來做其他皮拌 豬皮做其他皮拌下去 這個又是豬皮 這個是蛹麵 即驚皮 另一個是光麵 這個就是蛹麵 但平時的驚皮 通常不是豬 我聽說豬牛羊也可以做蛹麵 不過他說多數豬是用來做蛹麵 還有其他皮拌 對 還有幾種的, 這是豬 是 我們猜猜一下 羊牛馬 前面這些可以讓你們猜一下 我真的會分 是甚麼? 這個很特別 是否鱷魚 好, 你猜 你們猜一下 西牛皮 我猜中了 西牛皮 西牛也相似 西牛皮 不是, 西牛皮 不是, 西牛皮 西牛, 不是西牛和牛皮 水牛 西牛皮 對 這是甚麼皮 這個 Sandy說是汪牛皮 這隻呢 這隻是鱷魚皮 像鱷魚皮, 對吧 這隻屬於鳥類 這麼有趣?鴕鳥皮? 鴕鳥皮 鴕鳥皮很厲害 鴕鳥皮? 鴕鳥皮是甚麼得感 這麼厲害 很厚 其實像牛皮 很厚 可否傳過來給我看 如果是這些是否做手袋 這麼大隻都沒有 鴕鳥皮 可以做手袋 是 可以做鞋 可以做皮帶 也可以做皮 都嫩 鴕鳥是否珍貴 鴕鳥肯定是珍貴的品種之一 對, 只有6000元 6000元 這塊是6000元 你打算6000元 我試試那種感覺 因為很舒服 不想睡著 上面的鴕鳥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那些鯛鯛本身是羽毛 那個筋道 那個皮孔 這是天然的嗎 對, 是天然的 是頭皮 有很多毛, 毛神神 鴕鳥皮 我拔起了它 拔起了毛 拔起了毛就是皮膚毛孔 毛孔 毛孔比較粗獲 抹黑頭看, 抹黑頭看 那它的毛也長得挺多 對, 肯定是黑小的 要是慢慢的 因為頭腦也很大隻 很大隻 你說甚麼?Sandy 我想問, 皮送到你們的時候 其實是甚麼樣子 有豬皮、尿皮 你們真的要自己拔起毛 不… 還是已經完成了 不是… 完成了 它已經製成了 送去我們本身的工廠 這樣送過來 因為它本身是一間皮革廠 它做好… 家號工的 我們訂了它, 它已經做好 我們以為是打火鍋 食物還可以… 有肉… Ramin和Linda負責 把這些皮革製成衣服 是… 製衣 如果真貴一點, 做甚麼皮革 這些很可愛, 這些是蛇嗎 剛才你們就猜 這個沒想到, 沒有人猜到 還有甚麼容易猜 我猜到, 很漂亮 翻牌… 這位已經猜中了 翻牌… 不是這樣的, 蛇 是白色的, 蛇 蛇 我發現了 那是它本身的紋, 還是印上去 本身的紋… 一定是印的 白色的紋是本身的 黑色的紋是印的 沒理由這麼齊齊齊 對, 也只是想著 它加工過 有一個藍色的紋… 藍色的紋是甚麼 這個… 鱷魚 這個… 鱷魚… 好像整隻鱷魚在那裡 對… 鱷魚皮通常用來做銀包 這樣做的 但為甚麼藍色 原來是藍色的 很明顯是藍色的 它是天生的 Charlene… 你頭髮是啡色的 對, 好的 你的問題很有趣 可以的 很純真 鱷魚皮很名貴 Charlene 是否有藍博士呢 女士喜歡包包, 鱷魚皮 對, 那些鱷魚皮包最貴 如果加一件鱷魚衣服 就更加名貴 這個多少錢 這塊皮膚是否有五位數字 五位數字是 九十八千萬 不行 六… 六位數字嗎 如果只用這塊這樣說 這塊是五位數字 我想問, 如果做一件 例如我們男生的尺寸的皮膚 做一個年輕人的皮膚 我覺得這個尺寸 要用多少塊皮膚 像你的尺寸的衣服 例如用這些, 你預計也要五、六塊 那很賣 對 多少錢 幾十多 幾十萬不用 如果大約有十多萬 還沒計算手工 但你不要忘記 別人在賣幾十萬 那些包包, 你知道吧 那些包包 包包很貴 H字頭那些過百萬 鱷魚皮是最貴的嗎 不貴一點 對, 最貴的 他需要很長時間 是的 中間又要做表演 有些是泰國皮膚 經濟價值很大 因為他們打架 有時打到皮膚都破壞了 你又報銷了